大家好,我是通关时刻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粉丝 有个传奇梦七本分享的一个防守回放 86的村里 我们先去参观一下他的村庄 一个七本的玩家 没有想到他冲上传奇杯的 好像马刚刚冲上去的 哇塞,有点厉害的 我们去看一下他这个资料 冲上传奇杯的 这位粉丝他怎么一个防守回放啊 我希望这位粉丝呢 他能把七本传奇杯冲上的那一次战斗 分享到部落里面来 让大家看一下 一个七本玩家是怎么冲上传奇杯的 我待会得去好好去找一下他 对面进攻的也是个七本玩家 两个都是七本玩家 其实这位进攻的玩家 他配兵正常的 肯定是能打三颗星的 可惜啊 他用的这些小弓箭啊 小野蛮人啊 其实是来偷摧毁率的 要是用野猪流 这个阵型怎么可能防得住吗 完全防不住的 还好他是这样的兵是来偷摧毁率的 不是专门来打这个七本冲杯的 不过丢两颗星 我感觉损失也挺大的 要是冲传奇杯之前 掉杯的话那真的是好 又要打半天呢 说真的 匹配一个对手 其实我感觉挺难的 可能要半个钟多才能遇到一个对手 遇到一个对手的又不一定能打得过 这就是充杯玩家难的地方 不然那人人都去充杯了 像这样的充杯玩家真的很厉害的 我希望这位粉丝呢 能把传奇杯最后一站 分享到我的部落里面来 我求你哦 待会儿我得好去找一下他 最后两颗星 还行吧 丢了三十亿杯哟 这三十亿杯可能要打半天 我这粉丝好可惜啊 一下丢三十亿杯 大家期待他的传奇杯 七本传奇杯最后一站了 记得关注我 应该是能找到的 视频结束我们下期再见